我剛剛在跟你聊天的時候啊 雖然說你都會不小心句點我 喔 抱歉 沒關係 但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在訪問的過程中 就是又讓我找到了微風夢 喔 喔 OK 因為你又來 又句點我 對不起 不是因為你知道 這一張專輯 真的那時候看到造型 真的改變態道 真的認不出來是 然後很多人都說 欸 我們的文青李安 跑去哪裡了這樣子 就哪裡也沒去啊 還在這裡對不對 好 剛剛跟你聊天一下 果然本人還在啦 好 然後這個剛剛不要笑什麼 本想說 逗典 你就可以繼續 你也可以來一個驚慨號 好 驚慨號還是結束 然後放號 請繼續 好 啊 句點 I'm sorry 剛剛跟大家說 我們這裏面具之後呢 要講一下 因為你一年半啦 你自己說其實還是忙著很多的事情啊 對 然後我也知道說 哇 恭喜你 因為你還是連續兩年擔任這個世界展望會的 愛的麵包的代言人 是了 是了 所以前陣子我剛剛去這個 去波士尼亞 去的時候就是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多喔 實在太多 嗯 每一次去 因為像去年我是去亞美尼亞 然後每次跟著世界展望會去看這些 需要幫助的國家 最深的感觸當然是要學會怎麼珍惜 現在所擁有的 那這一次去波士尼亞 我覺得更需要珍惜的其實是 我們生活裡面這種和平的狀態 因為去那邊他們其實是戰火摧殘的很嚴重 所以你們在他們建築物上面的牆壁都會看到 是那是ING嗎 還有 其實已經和平很多年了 但是就是還是處在一個有點緊張的狀態 所以那些建築物上面都還有彈孔 都還沒有修復 然後你走在路上 或者是碰到當地的人 感覺出來他們的防衛心很強 因為他們的戰爭其實是 有點像種族跟宗教的衝突 所以可能原本他們 兩個不同種族的人 他們原本是鄰居 然後就是幾十年都是好朋友 突然戰爭開打 然後他們就瞬間變世仇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一種很難再去相信對方 所以我們要更珍惜身邊的所有人 所以請跟妳旁邊的人擁抱一下 來 李安又說了 請抱 沒關係啦 沒關係 真的抱了 好 那抱了也沒關係 好的 你這樣講完 他們等一下可能就要抱你了 喔 那還是不要好了 我們還是這樣講 我跟他說你不是好 好啦 因為其實在專輯裡面 我發現就是我剛剛雖然一直在說 這張專輯主軸在講黑暗在講遺憾 所以其實每一首歌 我就是也上網看了一下 相關資料 真的都是感嘆居多耶 然後可能講年華老去啊 自我欺騙啊 對愛的不確定啊 可是我覺得還蠻高興的是 在專輯的最後 有一首歌叫曙光 其實你還是有一個 最後還是有一個正面的力量的想法 要告訴大家對不對 對啊 因為雖然專輯討論的是恐懼 但是其實不需要大家聽完以後 只是覺得 人生很黑暗 對不對 好黑暗喔 什麼那種 其實是想要帶給大家勇氣 因為當你選擇去面對恐懼的時候 你才會得到真正的勇氣嘛 因為我覺得真正勇敢的人不是說 啊我什麼都不怕 那種 那種只是嗨啊 其實 什麼意思啊 沒有就是小混混嘛 就是啊沒在怕 但是那種不是真正的勇敢 真正勇敢的人是 他會選擇去面對他害怕的事情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嗎 就是你既然專輯的主軸 剛才都跟大家分享的這麼清楚了 你有沒有就是那種 真的從小到大 自己很害怕的事 但你後來真的把他就是 戰勝了 哇這張專輯有挑戰超多的 還多到這幾天 多到這幾天 對啊 很多就是譬如說怕高怕黑 怕高的就挑戰很多啊 譬如說前陣子就去 也是黑了燈的活動 去爬那個 不好意思 對啊去爬 去攀岩那種 然後爬到四五層樓高 哇塞 對 所以算是有挑戰成功 當然自己會覺得有成就感 然後爬完以後就覺得下次不要再爬 哈哈哈哈 不過我還蠻認同你說的 就是要戰勝恐懼的方式 我也是覺得你要去面對它 對啊 因為大部分我們碰到恐懼 像我自己碰到第一個反應會是逃避 對那其實問題就沒有解決 那當你選擇去面對的那一刻開始 你就會有勇氣 好 然後我覺得在專輯的最後 其實還是帶給大家鼓舞的歌曲 來做Ending之外 是的 剛剛說到你就是也為了這個世界展望 然後出國 然後有一些心得跟大家來做分享 對 那暖男的形象呢 因為其實也一直伸直在大家心中 所以呢 你最近呢 也被美國棉象中成為年度代言人 今天你一定要驚喜一點 耶 耶 好開心 好爽了 耶 太好了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很開心 這真的蠻開心的 對 因為棉的衣服總是穿最舒服 嗯嗯嗯嗯 對啊 像內衣內衣 就是這些東西 很開心嘛 就是同時可以可以可以代言美國棉這樣 嗯嗯嗯 而且專輯裡面有另外一首歌曲 這一次也被美國棉就是挑選回年度的主題 對對對就是在你身邊這首歌 這首歌是要講什麼 這首歌是 這首歌其實就是從亞美尼亞 去年從亞美尼亞回來的時候寫的 嗯 然後是看完我的蜘蛛童 然後回來就感觸很深 嗯嗯 就覺得有時候我們 雖然我們有 金錢上面的支出他們 嗯 然後資源上面的幫忙 嗯 或者是寫信 方信那種 對 但是還比不上我在那邊跟他玩 小汽車玩二十分鐘 好 就是不如是直接跟你心愛的人 對著著著你的家人 你的愛的人 或者是你關心的人 嗯 就直接在他身邊 那個溫度那個 那個心靈的交流最直接 對 其實你在你身邊 專輯我看到的是說 主要是要去傳遞說那種 有的時候 愛沒有辦法即時傳遞的遺憾 對對對 對 那今天所有你的歌名在現場 嗯 對你的愛 等一下都可以透過簽名的時候呢 嗯 即時的跟你分享 只要因為剛剛工作人員跟我說 今天難得來到高雄 嗯 其實可以問一下大家 專輯除了我剛剛聊到的那幾首 想要你們也給我們的 維里安一點回饋 就是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首歌 什麼來 麥克風給你哪一首 陳船 為什麼你喜歡哪一首 因為很澎湃 很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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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陳船呢有嗎 這邊 我可以分享你有嗎 我可以分享 後面你大聲說 格雷的畫像 我也是欸 Give me five 謝謝 為什麼你喜歡這首 對 這首有沒有機會拿格雷的畫像 這首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蛤 但是 對對對 但是 比如說我之前有上光語的節目 而且友台的節目 沒關係 我們很大方的 對 然後他也是覺得很可惜他很喜歡這首 對 所以他就提議說 真的喜歡的朋友其實也不用等唱片公司 或是維里安自己出面 你可以上Flying V 或是那種集資 對對對 然後或者是Fanmate的那種MV 都可以 因為這一首歌其實我覺得好特別是 就是一直有聽到那個台北節目的歌 對 對 還滿有趣 趕著大家要 就車門快要關的那個營銷 為什麼你要放這個特別的聲銷 跟你這首歌要表達的有關係嗎 對 就是年華 就是時間的視趣其實是很難抓住的 嗯 所以 會讓你 放在裡面讓你覺得有一種急迫感 嗯 車門快要關了 嗯 青春年華已經快要 快要遠距 對對對 就是要把這種感覺帶給大家 好 那這個剛剛呢 現場說了沉船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歌類的畫像 問一下在你身邊 現場這首歌曲 喜歡的朋友舉手我看一下 喔 好 謝謝 那這首歌相信大家 因為你還沒有來之前我問了 整張專輯聽過的人其實也很多 嗯 所以或是不是可以為大家帶來 每個人都很喜歡的這首歌曲在你身邊 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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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就像一下吧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